在家吃遍全国火锅 我一定要先吃螺蛳粉火锅 大葱香蒜切断下锅 爆炒后加入番茄丁 把番茄炒出汁水 加一点点水 螺蛳粉的腐竹 米粉 花生 番茜 灵魂汤汁 没那味儿呀 再放一点点 让我们看看四种不同品牌 这个螺蛳粉酱料包混在一起 是什么味道 哇 这个人在足食 来 下点肥牛 怎么那么好吃 它既有螺蛳粉的那种鲜香 又有那种番茄锅的那种香甜 这个好吃 你甚至不用任何调料 这螺蛳粉火锅里面的那种各种调料 更加入味 而且它不臭 它吃的是非常非常香的 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试一下 超好吃 这是普通那种火锅 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氛味 真香 真香